下课时间 莉莉从班级图书架上 拿下一本书想要阅读 书皮上突然有一只银白色的小虫爬出来 莉莉吓了一跳 哎呀 这是什么 在一旁的小树蛙说 啊 那是鱼鱼啊 鱼鱼 它一点都不像鱼啊 对耶 鱼鱼不像鱼 莉莉迟疑了一下 继续说 章鱼虽然叫鱼 但也不是鱼 麦麦听到了 凑上前说 鲨鱼 鳄鱼 鲸鱼也都叫鱼耶 应该有的不算是鱼类吧 鳄鱼当然不是鱼 它有四只脚 鱼类都还没有脚吧 鲸鱼也不是鱼类 它是哺乳类 另外还有 山椒鱼是两生类 也不是鱼类哦 这些鱼都不是真的鱼 却被叫成鱼 真是奇怪 这时 刚好上课中响了 老师走进教室 听到大家的对话就接着说 刚刚你们所说的 鱼鱼 章鱼 山椒鱼 鳄鱼 这些名称都是我们为了沟通方便所使用的名字 我们称为俗名 老师 俗名是通俗的名字吗 小书啊 答对了 为了方便平时的沟通 我们用惯用的语言为生物命名就是俗名 但是这些俗名有时候也会造成混淆 像是无锅鱼 虱目鱼 鲨鱼是鱼 但是鳄鱼 伊鱼 章鱼 山椒鱼和鲸鱼 虽然名字都有鱼 却不是真正的鱼类 老师 为什么这些生物有的是鱼类 有的不是鱼类 却都被叫做鱼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狐狸猫提出来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生物叫鱼呢 因为它们都会游泳 因为它们都生活在水中或水的附近 那伊鱼会游泳吗 它并没有长在水边 伊鱼的外形长得有点接近于 很好 大家都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生物名字和科学的分类会有一些落差 并不会完全符合 另外 老师请大家再想一想 关于蟑螂这种广泛分布的生物 你有听过它有别的名字吗 蟑螂因为生命力很强 我们又叫它小强 我知道蟑螂的台语是嘎抓 蟑螂的英文是cockroach 很不错 还有日语的蟑螂是用油虫这两个字来表示 那请问在中国 印度或是其他地方也会有蟑螂这种生物吗 老师想请李李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这些地方也都有蟑螂吧 没错 那大家可以再想想 这些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 人们想要表达同一种生物时 要怎么沟通呢 那我们要学很多种语言呢 哦 英文已经够让我头痛了 所以 这些不同的俗名虽然很方便 也有它不足的地方 所以生物学家们想要研究同一种生物 或是方便国际间的沟通 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要用共同的语言吧 请大家想想看 如果要为全世界的生物统一命名 应该用哪一种语言呢 用英文 所以我们才要认真学英文啊 那可以用中文吗 这样就不用学英文了 小树蛙 你认为呢 我知道 目前的生物学名用的是拉丁文 小树蛙说对了 我们用拉丁文作为统一的语言 为生物命名 至于有关学名的命名规则 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说吧 学完了上面这个单元 我们来为大家做个重点整理吧 一 生物俗名是使用中文或其他语言文字 给生物命名 二 俗名通俗易懂 却也容易造成混淆或沟通上的误解 三 科学家为了研究和沟通上的需要 使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 请你想一想 父母为孩子命名的时候 如果名字中有慧 就是希望孩子有智慧 有节就是希望节出的概念 有出生的季节或是地方 可能也可以用来给孩子命名 那么当生物学家为生物命名时 应该要掌握哪些原则呢 请你思考一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